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胜过黑暗的诠释 今天要来讲关于属灵征战的道理 特别如果你是刚信主的 你对信仰没有很了解的 我相信你对这个概念是很陌生的 我们中国人都说什么 子曰不与怪力乱神 为之生焉之死 我们不喜欢去谈论那些 我们不可见的灵界的黑暗诠释的 可是在圣经里面很深的 向我们来启示这样的真理 当我在想我们这个 6月17号的这个活动的时候 其实如果你在教会待了比较久 你就知道每次当教会 要办一个活动的时候怎么样 前面一次的信息 前面两次的信息 我们的牧者一定要怎么样 大力的宣传 一定要大力的鼓动大家 起来参与 所以我也在想 神啊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什么样的信息 鼓励大家可以更有一个动机 更有一个知道我们为何而做的时候 我就想 主啊 你要我们弟兄姐妹明白什么样的信息呢 是要讲 我们这样的活动很有价值 很有意义吗 你知道吗 在网络报名的这个当中 有一个去年12月报名的一个卖家 他这一次又报名 他就说 哇 你们这个园会真的办得很棒 很有意义 然后就讲了很多很好的话 然后就说他这一次还要再报名 我就想主啊 是不是我要鼓励弟兄姐妹 你看我们做这件事情很好很有意义 一个社区工作 一个在这个社区建立一个口碑 甚至打广告 甚至可以promote烈火教会 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在这个社区 我就问主说 主啊 我是不是要从这个角度来分享这个信息呢 后来我就想主啊 还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是不是要从传福音的角度来分享呢 主啊 我们这个只是一个浴公 福音的浴公 我们不是为了要半圆游会而已 我们是希望可以传福音 所以主啊 我是不是要从这个角度来切入 鼓励大家就是起来传福音 就是回应主的大使命 主说我们不是只做信徒 我们做门徒 要把福音带到什么 世界的地极 可是当我在祷告的时候 主给我一个感动 要讲属灵征战 我觉得主啊 你要把我们拉到这个层次来讲吗 我就说主啊 我们的弟兄姐妹 不一定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信息 这样的一个强度 属灵征战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碰到很多弟兄姐妹 一提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们就很害怕 前几周有一个姐妹 他就打电话给我 他就说他车上有挂一个这个符咒 就平安符 他刚接触这个信仰 然后他刚从国外回来 因为他开始接触信仰的时候 他就很喜欢来到教会 很喜欢听这样基督的道理 有一次他从国外回来 他开车的时候 他就觉得身体不是很舒服 而且他直觉是这个符咒在影响他 所以他就跟他另外一个好朋友讲 那个好朋友也在我们的教会 然后这个好朋友就打电话来 传道 我们有一个事情要请你帮忙 我说什么事啊 那我们车上那个符咒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处理掉 把它剪掉 我就说好啊好啊 然后他们就开车来了 然后我们就在我们的楼下 我就帮他们处理 原来那个姐妹她告诉我 她说以前啊 她也帮助她的同事 做这个处理符咒的问题 同样也是挂在车子上的平安符 那他们剪下来 就理所当然要把它烧掉 但是烧的过程中 居然烧到自己 所以她就觉得有一种担心 就是是不是要传道人来帮忙 那我这一次再做一个同样动作的时候 不会害我自己受损伤 其实面临到属灵的征战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害怕 因为我们不是非常地了解 关于这方面的一个真理 其实在我们的团队当中 这一阵子都在面临很大的一个征战 从三月的时候 淡江在推天国宣教学校的 Sorrow的一个一致的 内在一致的课程 三月二十五号当天的崇拜 你知道吗 淡江教会二楼的那个专注 那个栏杆的专注居然在崇拜结束之后 有一段倒塌了砸下来 那个专注的直径比人的头还粗 它的高度超过一百公分 这样砸下来 那时候广场都是人 但是神的保守居然没有人受伤 但是很明显地感受到一股征战 当我们要开始推动神的事工的时候 就有一个征战的来到 当五月的时候 我们基隆的剧院校会 开始一个特种行业的一个事工的时候 就在开始的那一天 所有的同工无一幸免 有人发烧的 有人他的爸爸脚踩到铁钉的 有人出车祸的 有人儿子小孩生病的 各样的事情跑出来 大家有些人你可能知道上个礼拜 我到马来西亚 我们去参加一个camp 一个营会 一个青少年的营会 因为我们的团队希望把这样的事工 带进台湾 对青少年很有影响力的 叫life impact的一个事工 我们去参加的那个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情 在第二天晚上的时候 第二天晚上是一个晚会 所有的我们的年轻人 都玩得非常的疯 在那个晚会当中 晚会里面有一个活动 叫做天旋地转的游戏 就是五个报名者排成一行 然后哨声一响 他们就开始原地转圈圈 转十圈 谁最快转到 然后冲出去到那个目标 谁先到达谁就赢 赢的人可以获得奖金 是这个游戏里面的一个代币 因为这个游戏 每个人都需要钱来进行游戏 那你知道年轻人全部都高中生 血气方刚 哇那场出赛的选手 每一个我看到 那种一百七一百八的男生在那边 然后就开始哨声一响 他们就开始转圈圈 如果你有转过你就知道会晕 会炫 转十圈其实非常的多 就在转完十圈之后 有一个选手他冲出来 要跑的时候 他的人整个已经晕了 所以他整个脚就 就失去了重心 他整个人就腾空起来 他的脸就啪 整个撞到地板上去 就没有再起来 那个时候全场一阵骚动 然后就赶快去做急救 他试着要起来 他就没有办法起来 然后把他抬开的时候 血就这样子血流如注的 在地板上 在他的脸上 鼻梁应该有撞断 那天晚上就送出去了 他就没有再回到营会 据说当天晚上 他还陷入昏迷 可能有轻微的脑震荡 可是根据那边的同工跟我们说 他们从06年开始 在马来西亚 在东马开始 这样的事工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这样的一个意外 那时候我们几位 我跟冠群传道 靖心传道 还有红道传道 我们也是觉得 这是一个意外 可是最近 我特别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有征战在这个当中 一连串的 Firemakers 在6月22号的时候要发片 他们最近也面临到 许许多多的问题 首先是夏梅传道的外工 在这个月 马上一个病危通知 马上飞回去 昨天过世了 Firemakers的乐团 的乐团leader 在礼拜三的时候 傍晚打篮球 居然头撞到地板 前几天的记忆都失去了 还要持续地观察 本来跟约束亚乐团 往国外的一个服事 也被迫无法参加 我感受到在6月7月 我们在推展许多的事工的时候 一连串的 有许多的征战在这个当中 但是有征战在这个当中的时候 神要我们用勇气去面对 而不是害怕 当有征战在当中的时候 其实是复兴的征兆 著名的卫理工会的创办人 约翰卫斯里 他有一个东西来衡量 他自己的属灵状况 非常特别 他说每当他感觉到 没有征战在他的周围的时候 他就觉得 是不是我的灵性后退软弱了 这是非常特别的 有一次他也是这样感觉 他在骑马的时候 他是第一个把教会 透过这种帐篷式的这种步道 把福音带出去的 在17 18世纪 带来一个英国很大复兴的 一个传道人 他有一天在骑马的时候 他就问神 他就祷告说 主啊 为什么最近 我都没有感觉有特别的征战 是不是我的灵性软弱后退 冷淡了呢 他跟神祷告的时候 突然他就看到 对面有一个人向他走来 一个喝醉酒的醉汉 跟他说 你这个巡礼会的传道人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他突然就很高兴地说 主啊 你真的是使用我啊 马上就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征战了 其实征战是复兴的前兆 如果都没有征战 那就表示 我们不值得被魔鬼来看中 魔鬼对我们不屑一顾 但是从三月一直到六月 现在包括同传道 他的妈妈 其实现在也是在病危当中 也是这一两周发生的事情 我感觉到有征战在这个当中 我感觉到神不只是我们传讲一个信息 来描述这些活动而已 神要我们看见这些活动 背后属灵的意义 透过征战的角度 去跟黑暗的诠释来做一个对抗 这边我有一个短片 我想给各位看 就是这一次 我们去马来西亚 Live Impact 这个事工的一个宣传片 可以麻烦我们后面音控同工 帮我们关一下灯吗 两分钟的一个短片 谢谢 我感觉到这里 By your grace I sing My life and my salvation is in you Take you out of your heart and bring you life Because we are restored within your life All your love is all that I need So open my eyes, oh God Open my heart to see On the wonder and the power I can live By your grace I live By your grace I sing All my life I am My salvation is in you By your grace I sing Fire Iron love is all that I am Whoo do and the more Our waters On the higher 心斗角 远远的胜过年轻人 这个营会 给我自己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启发 跟影响 在这里我有一个呼吁 我很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 可以一起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营会 也许这一次我们是办给年轻人的 你在当中参加 你会觉得有点奇怪 就像我们四个船道 我们去马来西亚 大概一百人左右的营会 大概十分之一是像我们这样年纪 或者更大 其他都是 大概高中左右的年纪 但是你抱着一种心态 你不只是参加收获 你更是参加过之后 你期待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同工 可以一个义工 以后在推展这样事工的时候 你可以参与在当中 所以我很希望 我邀请我们弟兄姐妹 可以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营会 有可能是在七月的第一周 参加台中场 或者七月的 七月的第二周参加台中场 或者七月的第三周参加台北场 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 如果你觉得长久在这个信仰当中 你觉得你对信仰有一些冷淡后退 或者你找不找头绪跟方向的时候 你特别参加这个营会 会有很大的一个冲击 这是我绝对可以跟你保证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 你不要从一个角度是 我去参加跟这些年轻人和在一起 会不会很怪 我希望你可以体会一个角度是 我参加过之后 我可以在下一个T次的营会成为义工 因为这个营会它需要很大规模的一个义工 才能运作得起来 它的营会的报名人数 一定要设定在120人以上 让120人的营会 至少需要25名以上的义工在参加 今天我们特别去马来西亚 其实不光只是参加而已 我们一定要乱过一次 才知道怎么样去持续进行这个事工 我们团队希望把这个事工带进台湾 我相信对台湾年轻人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我们希望它不只是一次性的办这个营会而已 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 7月12到14号 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把它控出来 我知道很多人在这个时段 你是在上班的 但是你可以的话 我非常邀请你 跟我们一起来参加这样的营会 我相信在下半年度 在下一个年度 它是有可能往台中这边来发展的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同工 还有一个我想请求弟兄姐妹来支援的 就是我们需要募款 因为在第一次办这样的营会的时候 我们希望可以把它的报名费尽量的压低 我们使用的场地是淡江教会 并且使用雅各会馆 那你知道这个费用其实是 有一个程度是没有办法压低的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三天两夜三四千以上的报名费 其实是很负担的 所以我们四个传道 我们有一个共识 就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尽量鼓励弟兄姐妹 可以参与在这个筹款付出的一个行列当中 当我在想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神给我一个感动是 我们那时候不是被偷吗 但是神透过淡江教会 把很大的祝福带到我们的当中 但是不是我们一直看自己 我们是一个小教会 我们是一个得到的 而没有能力去付出的呢 神挑战我不要从这一个角度来看自己 神挑战我说 有五个饼两条鱼 小小的线上 在神的手中都可以变成极大的一个祝福 所以我挑战你 如果你心中这个时候有感动的话 等一下聚会结束 你可以特别为这个事工来奉献 它是专款专用的 如果你需要奉献的收据 你只要把你的姓名 地址这些资讯填写妥当 我们都可以把奉献的收据给你 是专款专用的一个事工 让我们不只是获得 我们更可以付出跟给予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一个信息 我要从三个部分来跟各位分享 属灵的征战 第一个是属灵征战的本质 第二个是征战的对象 第三个是征战的秘诀 属灵征战的本质 我要从世界观 这样的一个观念来跟各位分享 什么叫做世界观 英文叫做world view 你们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吗 如果你看得到 请 一副眼镜透过它来认知 我们周遭的世界 我要透过世界观这个观念 来跟各位分享 什么叫做征战 什么叫做心思意念 思想上的一个征战 世界观是一副什么 是一副眼镜 当我们戴上这个眼镜的时候 我们才认知我们的世界 我举一个例子 在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的世界观 跟我假设我是一个台北人的世界观 会一样吗 完全的不一样 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 他住在冰屋里面 他常常一年世纪到头 都是零下的温度 他半夜的时候可以看见极光 因为昼长月短的缘故 他有时候半夜睡觉的时候 居然还有大太阳在头上 他们靠狩猎在生活 他们的步调不像我们 不像台北人 台北人的空间跟时间非常的压缩 大家非常的紧绷 非常的压力 非常的冲促 非常的忙碌 台北人住的地方很小 你看现在是夏天 哇大家那个冷气一开起来的时候 你走在外面 那个汗都黏在你的身上 他们两种人认知世界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东西叫做世界观 但是今天魔鬼透过这样的一个东西 他扭转了我们对神的一个观念跟注视 特别是发生在17跟18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重大思想上的一个转变 叫做启蒙运动 当时法国著名的哲学家迪卡尔 他的名言是什么 我思故我在 他说生命人的存在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我能思考 这个东西定义了我的存在 但是在启蒙运动以前的人怎么样 宗教信仰跟对神的认识 其实是跟他们的生活是无缝接轨的 你懂我意思吗 其实在前几次的信息当中 我都有跟各位分享到 我们常常会把这个世界拆成两块 一块是属灵的世界 一块是属物质的世界 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礼拜天是属灵的生活 一到六是属世的生活 但是神不是要我们把它拆开来的 神说属灵的世界跟属物质的世界 是无缝接轨在一起的 可是因为启蒙运动的一个影响 我们开始从理性 从实证 从经验 从推敲 我们来认知我们的世界 那神就没有意义了 信仰就没有意义了 第四度空间 关于灵的事情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那个不能透过理性 不能透过实证 来把它推敲跟了解出来 所以从十七十八世纪开始 教育开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就是怎么样 在我们的教育里面 我们只谈眼睛可见的东西 我们不谈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所以从那个时候 一时影响到今天 你会觉得教会的生活 你会觉得属灵的事情 甚至什么属灵征战 这跟我现在的生活有关吗 我每天忙碌于工作 赚钱 生活 我要养家 我要活口 我要面对许多的压力 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 甚至思考到 神啊 在这样的事情 这样每天的规律 跟忙碌当中 你在哪里 你在这个当中 你有一点失利点吗 你在这个当中 可以透过我 借着我去做一些什么吗 我们把它拆得很开 但是神造人是怎么样 灵魂体密不可分的 我们不是只有物质的身体 我们有魂 我们更是有灵 是与神相接的 相通的 如果你把属灵的世界 跟属物质的世界拆开 如果你把第三度空间 我们眼睛所看见的 跟眼睛所看不见 属灵的第四度空间拆开 你会没有信心去期待 并且感受神 要在你的生活当中工作 那属灵征战对你来说 就会是很抽象的 但是神要我们 透过属灵的角度 来检视你生活当中的 每一件事情 我不是要你疑神疑鬼 我不是要你迷信 我们还是可以去思考 我们还是可以去判断 可是在这个当中 你一定要让神 让圣灵 有一个角色 在你的生活当中 我今天要很快地 跟各位来分享 第二个部分 属灵征战的一个对象 刚刚我们讲了本质 属灵征战是在思想意念的 一个征战 这是一个很大的战场 当征战进入白乐化的时候 在物质的世界 就会开始产生影响 像我刚刚跟各位提的 淡江的事件 基隆教会的事件 Firemakers的事件 在马来西亚发生的事件 属灵的征战 了解他的本质 跟要了解他的对象 在以弗所书 我们刚刚所读的那段经文当中 保罗他很深地提醒教会 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我们今天要出去征战的时候 不是那些敌对我们 不相信耶稣的人 不是那些社区里面 对基督信仰很反感的人 其实是他们背后属灵气的恶者征战 那是有一个对象的 并且怎么样 他们是有权 有势 有影响力的 你看这段经文 以弗所书的六章 他说什么 乃是以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我们有一个对象 他是我们灵魂的仇敌 他是魔鬼 在约翰福音这两段经文 有讲到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盗贼就是魔鬼 盗贼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 毁坏 事实上魔鬼今天在人世当中 产生很大的影响跟工作 你想到魔鬼的时候 你先不要把好莱坞电影套进来 事实上在今天这个世代 魔鬼的工作很少透过像大法师那样 显灵附身 然后你看到在大法师里面 做牧师的都很逊 马上就被魔鬼赶出去了 事实上那也是错误的 当我们奉主的权柄来捆绑的时候 魔鬼是不能在我们面前有影响 你不要把魔鬼想象成那样 你不要把魔鬼想象成 你小时候半夜起床上厕所的时候 你总是不敢走到厕所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我一定不敢看镜子 我半夜要起来尿尿的时候 因为我怕看镜子会看到 除了我以外的东西 你不要把魔鬼想象成那个样子 魔鬼在这里工作 他透过人的欲望跟恐惧 借着谎言来掌握你 我们有很多的欲望 不只是有钱 我们希望有权 有势 我们希望有好生活 我们希望可以平安 可以顺利 我们也有恐惧 恐惧不是电影里的恐惧 而是对于生活当中的不确定性 对于未知 对于你无法掌握的未来 你会有恐惧 魔鬼从这个角度切近的时候 他透过谎言 他告诉你 所以你应该怎么做 你是一个服务业 你怎么能在礼拜天不工作呢 礼拜天是最多人来逛你的店 来上百货的时候 你要把你的柜台关掉吗 我每天都忙得要死 我还有时间读经吗 魔鬼透过各样的角度来影响你 透过谎言 借着你那种恐惧 借着你对未知的那种害怕 他就开始来掌握你 然后带出的结果是什么呢 偷窃杀害毁坏 魔鬼要破坏我们的生命 神命定人的生命是怎么样 是丰盛的 是喜乐的 是盼望 是有意义的 神期待每一个家庭 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父慈指孝 夫妻相爱 儿女跟父母彼此顺服 彼此怎么样 彼此照顾 彼此用一种感恩的心 来彼此对待 但是魔鬼透过谎言 他在我们的家庭 他可以做破坏 他在我们的职场工作 可以做破坏 圣经上说 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 但魔鬼跟你说 你的老板 配你顺服他吗 他这么的差 他这么的自私 他这么的压迫你 魔鬼透过很多的方式 偷窃 杀害 毁坏我们的生命 破坏我们与人的关系 在家庭 在职场 也在教会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 因他就是魔鬼 本来是什么 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魔鬼透过谎言 在当中工作 魔鬼让你相信 就是这样了 你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不会改变的 你的工作就是这样了 不会改变的 你的家庭就是这样了 你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样了 你的教会就是这样了 教会没有纷争吗 教会也是社会啊 教会有希望吗 我们有资源吗 我们走得出去吗 魔鬼把这个东西 放在你的心里 但神说教会是合一的 是圣洁的 是有盼望的 教会是可以在这个世代 发挥影响力的 不管你是十个人 还是一千个人 当魔鬼透过谎言 负面去打击你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选择 站在魔鬼的那一边 我们不是故意的 我们是不知不觉的 魔鬼透过很多方式 在你没有去想象的 一些信念当中去影响你 有的人觉得金钱至上 钱不是万能 但没有钱万万不能 我们不会把这个东西说出来 但是它可能会根深蒂固 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的生活就反映它 你就觉得你不赚够钱的时候 你没有安全感 有时候我们觉得 人定胜天 只要我努力 这个背后是没有神 人定胜天 不需要有神 以我为中心 然后我们接着就发展出 爱拼才会赢啊 人生就是要努力啊 这种信念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的生活反映的就是 你会把你大部分的时间跟精力 安排在工作上面 属灵的事情 你会觉得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 你不知不觉 这个东西 魔鬼就把种子放在你的里面 你深深地被它影响 爱拼才会赢的背后 是一个信念 是透过我所做的 我来定义我自己 透过我所拥有的 我来定义我自己 今天很多人是这样 我的工作没有好的表现 我得不到上司的赏赐 我的银行存款没有到一个数字 我没有开始拥有自己的房子跟车子 透过我所做的 与我拥有的 如果这些我们都搞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挫折 我们就会觉得 我是一个很差的人 我还有价值吗 爱拼就是要一直做 赢的意思就是 有无形的那种成就感 也有有形的 你赢得的金钱地位权势 或者有形的许多的资产 跟物质的回报 你透过你所做的 你所拥有的 但神的观念 圣经的真理是什么 你要安息在你所示 你要安息在上帝怎么看你 你要安息在神是你生命的保护网 不是银行的数字 不是你工作的成就 不是你在外商公司 还是在台中的一个小公司而已 这个东西魔鬼在影响我们 偶像的崇拜也是 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 不管是钱赚的少的 钱赚的多的 为什么都要去拜拜 有人这样说 有基督徒这样说 基督教是真的 其他的都是假的 你有没有被人传福音的时候这样讲 对了一半 基督教是真的 其他的宗教也是真的 事实上所有的宗教背后都是灵的运作 所有的宗教都是灵的对抗 但是圣经启示我们的 不是我们光明的力量 跟黑明的力量 黑暗的力量在对抗 而是神是同管万有 神是在这一切之上的 即便是黑暗的权势 也是当初神所创造的 但是堕落的天使在这个当中做影响 所以对了一半 所有的宗教都是灵的一个对抗 为什么人会有宗教信仰 因为人的里面有一种渴望 对未知的害怕 所以在古人 他们就投注在 对山对海对树的崇拜 在今天的世界依然是这样 因为太未知了 太不能掌握了 我做生意的时候 我有可能一夕之间 我就垮了 你知道做生意的人一定败 做生意的人败最凶啊 即便我已经有博士学位了 魔鬼透过一种恐惧 对未来的一种未知 无法掌握 他用谎言来把人心牢笼起来 如果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不会站在那个破口上面征战 但是神呼召每一个基督徒 在破口上面征战 我们来讲属灵征战的秘诀 前两项的重点是要让我们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所以要预备 要穿戴军装起来征战 因为我们不征战的时候 所发生的偷窃杀害毁坏 会在你的生命当中 反之当我们起来征战的时候 我们可以期待有合一 有圣洁 有荣耀的教会 可以在我们当中彰显 保罗在这边说 所以第十三节 第六章第十三节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 就是好在那个很痛苦的日子当中 可以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然后接下来保罗就开始讲属灵的军装 今天一个出去打仗的人怎么样 如果你没有穿戴军装 你还可以活着回来 那代表什么 那代表你运气好 今天很多的基督徒 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 第一不晓得征战 第二不晓得对象 第三没有穿戴金装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神的保守跟怜悯 即便我们出去征战的时候 我们还是全身而退 但那个是运气好 那个是因为神的怜悯跟保守 但不能保证你每一次 你都空空的出去的时候 你就不会受任何损伤的回来 相反的保罗说把军装参齐的时候 在征战当中 我们可以有更大的得胜跟战果 可以带回来 所以在这里保罗他透过了六项 来跟我们分享 这个军装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真理来束腰 有人说干落不好 人生是怎么样 黑白的 我常常听很多年长者跟我说 腰落不好 人生是黑白的 你知道吗 我们人所有的动作 其实都是从腰来施力 你要把东西提起来的时候 事实上不是你手的力量 事实上是你腰的力量 当你要把一个东西拉起来的时候 当你要伸展的时候 事实上都是以腰为支点在施力 所以保罗说束腰 我们当兵的人 男生有当兵 你知道要扎上什么 S腰带 扎紧的时候 束腰的时候 你就全身就有一个力量 如果我们没有真理来成为 我们那个束起来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常常是很软弱的 所以保罗在这边说 真理是很重要的 以真理来束腰 要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 第二个是公义的互心境 去年十月一直到十二月 我们在讲罗马书的信息 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听了 觉得特别的深 不是深刻 特别的深奥 不是很明白 罗马书讲到什么 因信称义 因着神的义 简单的讲 我是一个坏人 我是一个很差的人 但神不是看这些东西来接纳我 神说耶稣基督的义 耶稣基督的好批在我的身上 我就被神接纳了 那个就是公义 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 保罗说那个东西要来当做互心境 因为心啊 是很重要 是要害 你没有神的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 把你保护住的时候 魔鬼用一个谎言 戳到你心里 你马上就垮了 你这么差的人 怎么能站在台上服侍呢 魔鬼会用这样的谎言 你早上才跟你太太吵架的 你怎么站在这里唱诗歌呢 你还可以露出很陶醉的神情吗 魔鬼用这样的谎言 插到你心里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公义的互心境 如果你不觉得 神啊 你早就接纳我 即便我有犯错 你马上就会被击垮 第三个是平安的福音写 这里的平安 不只是平平安安 它更深的意义是讲到 与人的和平和睦和好 福音带给我们与神与人的和好 平安的福音写是 我们要有一种心 我愿意与神与人和好 而不是按照我的喜好跟标准 相合的人在一起 不相合的人就排斥跟不接纳 福音的本质是这样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 保罗说你就穿上了福音的鞋 平安的福音鞋 信心的盾牌 可以抵挡恶者的火箭 在保罗那个时代 他们罗马人跟这些外族人 去打仗的时候 他们会射这个火箭 就是在箭的这个顶端 有一个瀝青 或者说石油包覆在上面 点火的时候呢 就可以射出去 带来很大的一个损伤跟破坏 所以要有盾牌 保罗说这个盾牌 在当时代 它不是一面小小的盾牌 它是可以把整个人都遮住的 一个很大的盾牌 保罗说要用信心的盾牌 可以抵挡恶者的火箭 信心是什么呢 信心就是坚定的相信 神你永远是良善的 神你永远是保护我的 神你永远为我的好处在征战的 用信心来仰望主的时候 当你生活的环境很困难 很多的挑战的时候 你不会灰心害怕跟沮丧 因为你坚定的相信神的时候 那个火箭 魔鬼说你完了 你没救了 没有办法了 你却可以去回应 因为你有信心 第五个是救恩的头盔 救恩就是坚定的相信 神是拯救者 祂不只救我们的永生 祂不只救我们看不见的 那个属灵的生命 祂在今生今世 我的财务危机 婚姻危机 儿女的危机 一切的危机当中 祂都是拯救者 救恩的头盔充满 神是拯救者的思想 充满你的心思意念的时候 你不容易被负面来打倒 最后一个是圣灵的宝剑 圣灵的宝剑是 唯一在当中做攻击的一个工具 圣灵的宝剑是攻击的工具 我请你来看这段经文 第六章第十七节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十八节接着说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在此警醒不倦 我要讲祷告 我要讲神的话 他说圣灵就是神的道 就是真理 就是神的话 并且要在圣灵里祷告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观念 我要跟各位来讲 神的话 要在圣灵里面去领受启示 我很多次的讲启示 今天很多基督徒 他们来到教会 很多人跟我分享 他们很喜欢教会的气氛 很喜欢教会的人 很喜欢教会的歌 很多人是因为听到圣经里的道理 觉得很有帮助 真的实地的帮助了 他的婚姻生活 实地的帮助他 个人的态度 做人处事 但是你不要让你自己对神的话 停留在这样的一个程度 不要只把圣经化约成生活的原则 跟一些帮助的人生格言而已 圣经是神活泼的话 当你在圣灵里面静默去领受的时候 神会有特殊的启示进到你的心中 在圣经里的公导书 婚伤喜庆的时候要念什么样的导文 开始崇拜的时候要念什么样的导文 我们就是大家把它念一念 如果你的祷告只是一种很自视的东西 没有在圣灵里面去与神来互动 来与神来在圣灵里面去领受的时候 你的祷告也不是保罗这里讲的 在圣灵里祷告 最后保罗说 警醒不倦 并要为我代求 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 这里讲到合一 保罗的书信 你看到很多他都祈求教会怎么样 为他祷告 保罗他是一个使徒 他建立那么多的教会 他可以依人 他可以叫死人复活 他可以击溃黑暗的权势 但是他觉得他还是很需要被代求的 因为当教会合一在一起 群体的祷告 透过教会的权柄 祷告出来的时候 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